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小王 高考四次不中 一把年纪扔在家 扯淡啃老 再说女儿小爱 虽然绘画天赋过人 但家里太穷 根本请不起辅导老师 自暴自弃 复闲在家 交不起网费 兄妹俩只能在信号稍微好一点的马桶边蹭一蹭临近商家的WiFi 夫妻俩经常为了明天的生计发愁 穷 真的是穷啊 真是穷的连个榨菜都吃不起 屋外总是有个醉汉跑到自家窗前撒尿 全家人经常是吃着饭 一抬头就看见那家伙在解裤腰带 但又能怎样呢 一家人也只能锁在家里叽叽歪歪 窝囊 真的是太窝囊 因为穷 他们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底气 平日里 他们也只能在家做做手工活 靠折点包装盒什么的 赚点生活费 勉强糊口 然而 一次偶然的机会 却改变了一家四口的命运 儿子小王的好基友突然到访 由于要出国留学 好基友想把自己的家教工作交给小王 并表示 这可是有钱人家的千金 只要交得好 报酬自然少不了 你小子复读了四年 教下高中学妹肯定没有问题 顺便 嘿嘿 帮我看着点妹子 等我回国 妹子年龄差不多也够了 嘿嘿 你懂的 哦 哦 是 是 不过 这有钱人给的酬劳高 自然要求就不会低 怎么低 你也得弄个师范之类的文凭吧 行行 我想办法 就这样 在妹妹小爱高超的批图手艺帮助下 小王伪造了一份假冒的名校文凭证书 大摇大摆地前去有钱人家里面试 我来个去 这院子 这房子 岂止是大呀 简直是太大 太奢华了 我们那个家 简直连他们的狗窝都不如 面试环节 女主人朴太太漫不经心的 把小王的文凭放在了一边 不用给我看资料 我看的是疗效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没有之前家教的水平 那到时候自行离开 来吧 先试一节课 让我看看 说话间 朴太太带着小王开始给大女儿小美试课 没想到整个过程对于小王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 她抓起小美的手 发现她在学习中的脉搏和心跳都奇奇的紊乱 不用说 心态肯定有问题 考试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紧张 节奏一乱就完蛋了 小王耐心专心的心理疏导 让一旁的朴太太深信 这个家教看来是请对了 就这样 小王不仅拥有了超高的酬劳 还成功的进入到从前不敢想象的上流生活中 然而 正当小王结束当天的试课 准备离开时 朴太太那调皮的小儿子蛋蛋 却突然开始疯闹 一刻都静不下来 既没有礼貌又不听教导 已经弃走了很多位家教 让朴太太很是头大呀 但是 顽劣的小儿子却对绘画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并且天赋极高 说到这 小王心中暗暗窃喜 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 家教气走了是吧 没人想教你儿子是吧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个 于是 小王谎称自己的妹妹小爱是堂哥的同学 刚刚从国外留学归来 正好深造的就是幼教美术专业 授课方式非常受孩子们的喜欢 一番吹嘘过后 朴太太被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 对小王哪是深信不疑啊 要不赶紧叫他来试试呗 四日 小王带着精心包装的妹妹小爱 来到了朴家豪宅 又是一通神吹猛卡 小爱顺利入职 而这个小儿子对这位新来的老师 表现的也是毕恭毕敬 果然是很有一套啊 轻松混进朴家的兄妹二人 荷包逐渐丰满了起来 带着父母吃香的喝辣的 贪婪的本性更加暴露无依 两人并不知足于现状 他们还想让一家人都来体验一把富人的快乐 很快机会来了 这天朴太太的老公朴总刚回家 恰巧就碰到了刚刚给儿子上完课 准备回家的小爱 立马就吩咐司机送他一程 一路上司机坚持要把小爱送到家门口 但很显然那是不可能的 到家门口就都穿帮了 小爱坚持要在地铁站下车 但在下车前 他突然灵光一闪 记上心来 小爱竟然偷偷拖下了自己的贴身小内 藏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下 这司机八成是要倒霉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晚上 朴总就发现了端倪 赶在我的车上开火 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回到家中 他强忍怒火和太太说起此事 越想越起 你玩就玩啊 干嘛非要在我的车里 真他妈恶心 不行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我还是随便找个理由 抄了他吧 然而正当夫妻俩商量此事之时 小爱却在暗中偷听到了一切 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没有了司机 尊贵的朴总出行都成了问题 小爱看准时机 看似不经意间 向朴太说道 我认识一位技术超文的老司机 他原本是帮我大伯开车的 因为最近大伯全家移民到了美国 所以司机正在家中待业 而小爱口中的这位老司机 正是他那位游手好闲的父亲老王 而生性纯良的朴太太 再一次被套路其中 让小爱赶紧带老司机前来一世 随即 老王父子继续为他们的计划 展开行动 为了掩饰老王没有接触过豪车的经历 他们以买车为由 借机熟悉豪车内的布置 学习各项操作 由于害怕暴露一家人的关系 老王甚至改名成了老金 然后人模狗样的跑去朴总公司上班 坐上老金开的车 朴总享受着那份难得的安宁 虽然嘴上说让老金别紧张 这不是事成 但手中的咖啡却是考验他技术的工具 奈何人家老金开了三十年的出租 这都不是事 即便是拐弯变道 朴总手里的咖啡都一滴味洒 顺利地通过了试驾后 老金也成为了朴家庸人队伍中的一员 这样一来 全家人就只有母亲的工作还没有着落 和一个家庭主妇能干嘛呢 对头 家里不是还有个女管家梅姨吗 搞定她 咱家就算团圆了 兄妹两盘算着心中的计划 但这一次似乎却异常困难 梅姨服务了好几任房主 对主人家那是尽心尽力 任劳任怨了 照顾朴家 她更是无微不至 吃家有方 根本挑不出一点毛病 怎么办呢 看来老妈想要挤掉梅姨 需要一些时间了 然而就在一次和小美的聊天中 小王得知梅姨似乎对水蜜桃严重过敏 よし 过敏是吧 走 赶紧买桃子去 小王收集了大量桃毛 趁梅姨不备 全部弹到了她的头上 结果当天梅姨就因严重过敏 导致呼吸不畅 跑去了医院 而父亲老王早就在医院守候 偷偷拍下了她后诊的照片 然后找时机 在单独被朴太太购物时 亮出照片 假装确认身份 这是梅姨吧 啊 真是她呀 完了完了 在医院 我好像听见她说 自己得了什么肺结核 朴太太 别的不说呀 这要是传染给家里的孩子 可不是闹着玩的 朴太太一听 顿觉头晕目眩 这可怎么办 这边 老王是开着车 一个劲地刺激朴太太 而家里 小王和妹妹正按照计划 准备给梅姨致命一击 病情不够毛来凑 他们又往梅姨头上 挥了一撮桃毛 而让朴太太回来时 正好看见她咳嗽不止 呼吸急促 然后老王快速来到垃圾桶边 将事先准备好的番茄酱 撒在梅姨扔下的纸巾上 制造出她可谐的假象 搞定 收工 这下 朴太太真的相信 女管家得了肺结核 为了家人的健康 还是老规矩 随便找了个理由 将梅姨扫地出门 而接下来 不出所料的 老妈淑芬成为了新任管家 至此 一家四口 终于齐聚一堂 如寄生虫一般 寄居在了朴家豪宅 但很快 小儿子淡淡 却闻到了他们身上 特殊的味道 大声喊道 妈妈 这两个人和小爱老师身上 奇怪的味道 一样 而孩子这句天真无邪的话语 却让老王一家紧张不已 或许那是全家使用的 肥皂和洗粉气味 又或是地下室里 潮湿发霉的味道 但不管怎样 一家人的目标 是彻底摆脱贫穷的命运 不久 朴总带一家人外出野营 只留下现在的女管家 舒芬看家护院 然而就在朴家人走后 舒芬立马就叫来了 全家老小 在豪宅里开启了party 他们是如此的心安理得 肆无忌惮 小爱用主人的浴缸放松泡澡 小王躺在大女儿的床上 胡思乱想 老妈在院子里 置起了久违的恋球 玩累了 直接就是养酒 洗餐一通母吃 唉 有钱人的生活真是爽啊 然而就在一家人感慨之时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竟然是之前被辞退的女管家梅姨 说是之前离开的太突然 所以有些私人物品忘了拿 苦求之下 舒芬最终打开了门 然而从梅姨进屋的这一刻起 两家的命运 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结局 狼狈不堪的梅姨 迫不及待的直奔地窖 忐忑不安的舒芬 满腹怀疑的紧随气候 果不其然 这老家伙 哪里是来取东西的 在二人合力推开酒柜后 竟然出现了一间密室 而在昏暗的密室内 就是梅姨的老公 原来这所宅子早在建造时 就设计了这个密室 一旦有战事发生 这里就是最佳的避难处 然而第一任房主 却没有将此事告诉其他人 朴总一家自然也就无从知晓 在四年前 老公生意失败 负债累累 为了躲避追债 他将老公藏身于此 梅姨苦苦哀求舒芬高抬贵手 放他一马 只要能让老公继续躲藏下去 他甚至愿意奉上多年的积蓄 开什么玩笑 我要报警 此时躲在一旁偷听的三人 一不留神摔了出来 什么情况这是 司机和两个家教 怎么也在家里 看得梅姨是一脸懵逼啊 直到小王喊了一声爸爸 梅姨才忽然意识到 你们几个全是一家人 瞧着吧 我已经给你们录像了 随时都可以发给朴总 敢报警抓我老公 我就拆穿你们全家 大不了于死网破 一拍两散 老奸俱华的梅姨 一直用手机对着一家四口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不是因为你们几十臭臭 我会失业 你们这帮卑鄙无耻的大骗子 被压制许久的老王一家 再也无法忍受 抽准时机 不顾一切 扑向了梅姨夫妻俩 正当双方激战正嗨之时 朴太太打来了电话 因为暴雨 所以野营进化被迫中断 估计呢 还有个八到九分钟到家吧 给我们提前准备点吃的吧 我的妈呀 这简直是要了我的亲命啊 所有人在这一刻如临大敌 慌忙清理现场 老妈负责做饭 老王父子负责将梅姨夫妇 拖回密室囚禁 小爱负责打扫卫生 一家人犹如蟑螂一般 慌慌张张四处躲藏 此时在密室内的梅姨 想要挣脱囚禁 却被书芬一脚踹了回去 头部受到重创 一命呜呼 而刚回来的朴总一家 由于长途奔波 根本就没有发现家中的异常 深夜等大家都休息了 老王和子女像老鼠一样 偷摸出来准备逃走 却不曾想 小儿子正好下楼 要到院子里露营 无奈 三人只好又躲到了沙发下 朴总夫妇不放心孩子 也直接睡到了沙发上 这下算是完咯 跑不掉了吧 然而此时 朴总却闻到了小儿子口中 所说的特殊味道 咦 家里怎么有老金身上的味道 真奇怪 虽有质疑 却也没有多想 下半夜 趁着夫妻俩终于睡着 沙发下的三人偷偷爬了出来 流至大吉 好不容易冒着暴雨回到家中 眼前竟然是满屋子的粪水 和四处漂浮的垃圾 马桶里不断喷射出 令人作呕的肥料 三人拼尽全力 抢出仅有的家产 周末 朴家准备给小儿子开生日party 老王准时来加班 但他身上奇怪的味道 也越发浓重 而这一次 朴太太也嗅到了难闻气味 不禁捏起了鼻子 摇下了车窗 而就是这个不经意的举动 却深深地刺痛了老王的自尊 生日宴会 小王和妹妹都被邀请参加 但小王却心不在焉 因为密室里的两个人 如果不尽快除掉 将来肯定会威胁到全家 趁着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室外的生日宴上 小王偷偷摸进了密室 准备动手 不料 却被梅姨的老公 套住了脖子 形成了反杀 因为梅姨的死 她老公也一直在等待着 出去的机会 这下好了 自己送上门来 总算是可以出去 报仇许恨 丧失理智的老公 一下子变成了杀人狂 拿起刀 就朝着小爱的胸口 插了下去 一旁朴家的小儿子 当场被吓得倒地昏迷 现场一片惊慌 乱作一团 淑芬看到自己女儿被刺 立马就冲了过去 和杀人狂扭打在一起 与此同时 朴总疯了一样 像老王索要车钥匙 他只顾着送自己的孩子去医院 却对于重伤的小爱 全然不顾 然而老王扔出的车钥匙 却被扭打在一起的杀人狂 和书芬压在了身下 关键时刻 书芬致命一击 杀人狂直接被干翻 朴总急忙去拿钥匙 但那地下室的没臭味 一下就刺激到了他 朴总下意识地捏住了鼻子 看到这一幕 也许是多日怨恨的爆发 也许是埋怨命运的故宫 自尊受伤的老王 抓起地上的钢刀 不顾一切地刺向了朴总 就在大家慌乱之际 两个原本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 虽然法庭最终判决小王和书芬 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但妹妹小爱 却成为了这场 攀附上流生活中 闹剧中的牺牲品 此后那间豪宅也几度易住 但依然没有父亲老王的消气 直到有一天 儿子爬上豪宅附近的山坡 回望曾向往的生活时 那不时闪烁的灯光 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消失不见的父亲 在那天离奇失踪之后 就躲进了朴家豪宅 一直都藏身于那间密室中狗活 他知道儿子是童子军出身 所以一直用闪烁的灯光 打出摩斯密码 发出信号 即希望有一天 儿子能够看到 但现在 儿子却不能救父亲出来 他只能等待 只能希望 希望有一天父亲 能走出昏暗无光 封闭潮湿的地下室 重见天日 但那一天 又是什么时候呢 影片完美地展现了 贫富之间的差距 连接两个阶层之间的楼梯 又湿又抖 要想从底层爬上顶层 却是难上加难 贫与富 界限分明 但善与恶 从来都没有清晰的边界 一个低如尘埃的贫穷家庭 一个高出天际的富有人家 两个原本毫不相关的家庭 产生了交际 但到底是穷人寄生在 富人的财富中求生呢 还是富人寄生在 多数是穷人的社会中 压榨他们的血汗呢 这个问题 恐怕一时之间难以理清 富人大度宽容的背后 隐藏的是对穷人的不屑和伪善 而可怜巴巴的穷人背后 隐藏的却是奸华 试快和钻戟 因为穷 所以被逼得心心扭曲 因为富 所以造就了人情冷 这就是 为什么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富人 会为自己的奢华生活 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我应得的 而生活在下层的穷人 只能为自己的苦难生活 愤愤不平 我凭什么活得不如 富人家的一条狗呢 富人生活在天堂 穷人挣扎在地狱 它们成为了对方眼中的寄生虫 彼此厌弃 相互憎恨 说到底 大家都一样 只不过是一条又一条的寄生虫 我是大师姐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及获取更多的电影推荐 请关注订阅 西施聊电影 我们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